继续来看台北市最贵的住宅出炉了 来看看前三名的豪宅 土地的限值每坪都突破了四百万元 不过就有人发现知名的豪宅逃猪隐约 之前明明就传出有住户成交总价是高达了十八亿元 但是却跌出了帝王排行榜当中 原来是因为地震局认为交易价格是缺乏参考价值 所以没有列入 顺时中旋转的楼梯造型 每层楼有七部电梯能直接停进超跑 台北市超级豪宅逃猪隐约话题十足 但现在却调出住宅帝王的排行榜 去年传出有公司砸了十八亿元 买下了逃猪隐约的七楼户 换算成每平单价大约在六百万元以上 但却遭到地震局认为交易价格几乎没有参考值 价格难以参考也让逃猪隐约 原先在住宅土地限值中从第五名下滑到第八名 反倒是联合大鱼以每平三百四十五万元的黑马之资 几进第五名 因为逃猪隐约的话 目前的交易价格的话 比较不具有市场的参考性 因为有些是属于特殊关系的交易 联合大鱼这边的话 因为它整个在这几年的话 交易量也比较多 所以它的参考价值也比较明显一点 而仁爱立井和仁爱上滑 土地限值都是每平四百零八万 一起霸占地后宝座 至于帝王则是由宏盛地宝 以每平四百三十九万元称霸 有趣的是前三名全部都刚好集中在仁爱路一带 仁爱路上面的话 因为它比较宽 然后中间有这个林荫大道 这样子的一个景象 所以说在沿途沿 这个周边的这个豪宅的话 它的景观等等交通条件都是相当的好的 离近监狱站 所以他们不仅就是整个地段的这个优越性很好 那整个交通的便利 现在这几年又有大幅的提升 看来高端豪宅再加上绝佳地段 也让这些帝王帝后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东森财经新闻需要主席 金又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救助